疫情令到大眾的悠閒旅遊習慣改變 以更加彈性小團深度的方式去體驗文化 台灣交通部觀光局持續以更加精準地行銷策略去宣傳台灣 日前經美國商務旅遊雜誌 患有世界Global Traveler讀者的選票 台北第五度獲得了2022年悠閒生活風格獎資 亞洲最佳悠閒旅遊目的地 以及台灣桃園機場 亦都成為了亞洲最受歡迎的免稅購物機場 兩行的大獎 交通部觀光局駐洛杉磯事處施兆輝主任提到 今年交通部觀光局宣傳的主軸 是多元主題旅遊觀光Plus 推動文化、生態、樂活、美食、養生等多元的主題 永續生態旅遊、思規節慶活動 台灣燈會、自行車、旅遊節等等 對於洛杉磯民眾來說 這個將會是最好的永續旅遊體驗 台灣觀光亦都持續做好迎接國際旅客去到的各項準備 會是跨境旅遊開放之後 國際旅客首選的旅遊目的地之一 處之一 合政者 佛杉磯 並且上課 偶像 摩托